我说一句大使话 如果女人决定背叛 男人其实会很难发现的 因为很多女人都在疯狂地了解和学习男性心理 你和我好好处 我也可以更好的经营关系 可如果你对我不好 我就可以拿住你的七寸 这其实就是指舍力量 但是很多男人不是这么想的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心理咨询 碰到懂老婆懂女人 了解女性心理的男人是非常非常少的 男性们会认为 我没必要去了解这些事情 我没必要去了解女性 因为觉得没必要 懒得去了解去学习 所以他们很容易以己度人 总是自信自己的伴侣 绝对不会干这个干那个 可这些让他们笃定的事情 是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认知去以为的 所以当发现老婆就是干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有些男人会特别吃惊 也完全不能接受和理解 于是他们会用道德伦理舆论 想要让老婆收心 可我这么说 如果一个女人决定出轨了 她的心想回归的可能性 其实是比男人小很多的 我们在过往的咨询当中 很多女人出轨的时候就已经想好 被发现就离婚 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把男人放在眼里 他们根本也不给自己留退路 可是很多男人呢 不是这么思考的 他认为女的都舍不得孩子 怕自己的名声不好 以及离开了他没有钱花 其实这些看起来特别实际的东西 在很多女人决定变心前 都是做好心理准备的 男女思维的差距 真的比物种间的差距还大 女性天天的了解男人怎么回事 其实男人真的也应该 多去了解一下女人想些什么 真的 女人和你们想的并不一样 就好比以前有一个段子 说男的去洗澡只洗两面 而女人洗澡是起四面 女人的事情 其实是很多男人 真的是一无所知的 无知会造就自大 同时也容易给自己造成损失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非常不容易的 小心 有意识的 有意识的 低温